charismatic youth care 像在在抗黑去羊羊去后 在这住大概多少家 3,9.6 到了啊 这是我身边的一家 这里边都有什么呀 这里的酸菜 海带 海带 粉条 冬豆腐 然后拆骨肉 然后丸子 花肉 然后紫菜 柴米 猪肉和鸡肉 鸡肉 那你这十样吗 十几锅是这么来的 对 这个明白了 咱这一锅多少钱 这个小锅是一百 一百 这都十块了 这大锅是多少钱呢 大锅是一百二 一百二 东西都一样吗 东西都一样 这是我们大小的 咱家店多少钱了 二十年了 第二年在这排 嗯 那我现在这个位置啊 叫扎鲁特鞋 他们当地人呢 就叫扎鞋 属于啊 念蒙古的东户 这个火锅啊 就是当地的特色 但是啊 它应该不算猛餐 昨天呢 我也吃了一个 在火锅和乐吃的是七十八一锅 锅也跟他差不多到 但是啊 不知道他两家谁这么多 尝尝它什么酱 它这个酱啊 是用藤酒 麻酒 还有芝麻酱 它们几种啊 在一起勾兑的 但是啊 挺香啊 来吧 咱也别客气了 动块吧 我直接吃一口不沾酱啊 这里边有紫菜 我刚才吃了一口啊 上面有紫菜 全是紫菜味 把肉味给盖住 来现在吃一口肉 这个肉啊 一点都不腻 可能是煮食人长了 把这个肥肉啊 里边的脂肪都已经煮没了 所以说它一点都不腻人 老板说呀 这个汤啊 是用鸡汤 还有火葬汤炖的 这个咱也是不知道 这是鸡肉啊 这橙汁的是鸡肉 小弄烂的 这丸子真香 嗯 这丸子 炸的大劲 那个外边是酥酥的 里边的肉香味很濃 它这个食材啊 是一层层搓上去的 下面啊 是蔬菜 上面是一层肉 它呀 先让你吃腻的 最后呢让你吃清淡的 这个挺科学的 我觉得啊 它这种五花肉啊 换成羊肉片就好 因为呢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羊肉 这个猪肉啊 我吃的有点腻 这东东啊 完全入味的 葱菜入味的 这个口味啊 不蘸料都可以 如果不喜欢蘸料 直接吃完全可以 吃的不错啊 虽然不是我的最爱 但是啊 还是非常有特色的 来扎齐的朋友啊 可以过来尝一尝 这一锅啊 足够四个人吃了 一百块钱 非常实惠 这些食材啊 挺丰富 就是口啊 有点贴咸呢 可能他们当地人口都重吗 酸菜 加点料 它这个酸菜啊 我给个差评 因为什么呢 酸味不正 而且啊 这口感呢 不脆 吃着有点面 吃完吧 吃完了 大家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食慧 味道呢 因而而异 是呢 一般吧 走吧 咱们继续寻找美食 走吧 咱们